一般人都误会了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力道很大 我藏福利就好 随便念两身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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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啊 男众 二十多年前 他讲了一个实在很糟糕的观念 我说 即使啊 你又抽烟 又喝酒 这个你能不断 那黎明忠怎么办 他说 黎明忠 照五逆十二重罪 黎明忠你的十念就可以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饮 你看 这种观念多么的严重 简单讲 我现在照业没关系 我现在照业没关系 他不知道 灵命忠是现在点滴功夫会成的 注意经典那一句话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这句话他没看懂 简单讲 往生极乐世界就是 要多善根 多福德 多因缘 才能往生净土 他不是 他看了那个经典 看了几个句 用自己的意思解读 完了 他就等待黎明忠 皇上阿弥陀佛说 你命中十念就会来接饮我 他就问了 我跟他讲 哇 你这样子 之间太恐怖了 他说 师父那要为什么 我看了这个净土经典 他为什么这样讲 我说呀 那是展现佛陀 大慈大悲 不死一个众生 乃至忤逆十恶 重罪 灵命中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是展现佛陀 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是这个意思 你就把它鸡毛当令箭 这个是很悲哀的 所以这个就看经典 不懂佛的意思 自己错误的观念 还会误导众生 老师写那个 又可以享受的 可以享受的 是不是 抽烟啊 喝酒啊 是不是 一些财色 名师色 餐长 就等黎明忠 你认为这样 黎明忠有机会吗 没有 不可能 哪一个人平常 造了五逆十恶重罪 黎明忠 而能够蒙佛接淫 净土圣贤路 确实是有 但是净土圣贤路 里面有备注 就是说 每一个人 是通三世的 我们这个法门 是都过去的 所以 或者说 上辈子 他认真念佛 认真念佛 念 念得很好的 黎明忠啊 因为夫妻的感情 看不开 这是我的比喻了 当年 灵明忠的时候 灵明忠的时候 也在念佛 结果 老婆在旁边 退着三世 老公啊 你这样子 离我走 后半辈子 我跟孩子 怎么办 两秒钟 脸立刻发黑 上辈子就应该 去极乐世界的 但是 这辈子又来 忘记了 没有碰到三知识 但是灵明忠 却碰到祝念 上辈子的因缘 简单讲 人家也是累积 好久好久才来的 所以 就不能打那个 没有把握的仗 要打那个 有把握的仗 要尽身尽事 要打那个 有把握的仗 就因此 我们不能自误 误人 你可以 渴 corps 要打这个 起床 劣 后 复 unta